许错分校学生续窝帐篷300村民北上抗议 国校开学第二天云林中心村福星宫庙城前 一大早停了三辆游览车 意味着抢学生作战正要开始 三辆游览车分别是前往许错分校 北上抗议以及桥头国校 学生一个个全部坐上前往许错分校的游览车 相较另一辆网桥头国校则冷冷清清 许错分校共计61名学生 除了两位请假之外 其他59位全部到校早点名 小朋友握在帐篷内拿着新课本很开心 更希望老师快点回来上课 家长也没闲着 一早就搭上游览车要北上成行抗议 是我们政府要去处理 不是教材学生孩子来相当这个效果 你们行政院真的有关心我们 你们应该把老师先派到我们分校回来 然后我们再继续沟通 从村长到家长甚至村民 抗议人数直逼300人 就是要政府重视孩子教育权以及污染问题 董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